各位Jason 今天是2月17日 星期一 看回美股上星期五的表現 美股三大指數是個別發展的 當中道指跌0.09% 納指跌0.2% 標指是剩0.1% 承認 其實美股三大指數 持續在高位窄幅度少少去調整 我想大家都不要去股頂做大美股 繼續都是 其實美股都繼續強勢 至於港股 雖然相對美股沒那麼強 但是今天都有不錯的表現 主要都是受著上证的帶動 其實上证 現在都在衝上3,000點 現時就報2,944點 今天升27點 升幅有0.9% 所以上证如果上3,000點 拉動港股也不太弱 港股今天就低開不夠100點 開報27,766點 暫時剛才一度升200點 現在就升170幾點 已經突破了前幾天的阻力位置 27,953點 如果今天收市收到27,953點以上 即是衝破了這個阻力位置 因為早前來到27,900開始出現陰燭回落 大家在猜是不是要開始去回呢 短線差不多 我一直都說真的開始了 回才去追顧了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比較進取 已經部署了淡倉 但是如果今天就收穩在28,000點以上 其實淡倉都要考慮 要不要去止蝕了 因為突破了28,000點 其實就可以繼續向上看 我可能看到最快 最短一點 其實遠一點也看到29,000點 但是你說中間 例如你看28,400左右 所以都要看著 最重要是看今天收市的情況 會否恒指可以繼續上 還是衝一衝 下午會回呢 看收市位有沒有突破28,000點